前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今年11月的选举 应该估计如无意外 会代表共和党出战 拜登也有机会代表民主党出战 双方两个老人家 又欠下一任总统的席位 近日特朗普的保冠率也越来越高 也不断地发表言论 司官太太最近说了什么 他说了如果假设他重新 可以做总统回白宫 他将会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的重大经济攻击 有这个计划 美国的高盛集团 Golman Set分析 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呢 会不会引起中国投资者的担心 或者引起国内 美国国内的人的担心呢 另外特朗普 就是有一个估计 特朗普的重大经济攻击是什么计划呢 通常经济计划攻击 可能大家会想到关税 关税在特朗普当政的时候是有20% 到拜登上场之后就承诺会取消 结果就没有取消了 好了 但是拜登呢 对中国的打击 不单止是维持特朗普时代的关税 另外就是特朗普更加加多些 主要是一些直接的一些 比如说贸易战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制裁 制裁 比如说限制高端芯片 由美国卖给中国 限制一些高科技的发展 和中国公司的交流 比如说近期医药股 比如说医药股近期 在香港上市公司医药股 比如说药名生物这些 药名系都跌得很多 也是一个贸易的限制 就是防止 比如说美国的资本去投资 中国的医药生物 科技这一方面的发展 不单止是维持股票 另外就是研发的资本 也是限制投资 就是等等 拜登做的事情是更加直接的 就是一些贸易的制裁 好了 那究竟现在特朗普 如果上场之后 他会做些什么呢 他说到现在是新一轮重大经济攻击 所以引起了投资者担心 高盛集团的分析 特朗普有机会 取消中国最为贸易国的待遇 还有 美国可能对中国的进口商品 是征收更加多的关税 由25%调高到40% 好了 这个就是高盛集团的报告分析 好了 看到高盛集团报告的分析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担心 究竟特朗普 真的上了场之后 会怎么做 那特朗普看到这个分析 他竟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更加再吓你一惊 那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是呀是呀 我上场之后 是会有一个 重大的经济攻击计划 针对中国 我可能会收这个关税 就是中国进口商品进去美国 美国可能收关税 那由现在25%调高到60% 就不是高盛集团所说的40% 都很夸张 25%已经令到美国的消费者 要承担每年的大概3000亿的税金 令到由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 价钱提高了 但是价钱提高了这部分 最后承受的是美国消费者 是没错 美国政府可以多3000亿的关税收入 但是美国的消费者 就要每年给多3000亿 来买更加贵的中国产品 好了 这样的担忧 难怪美国消费者会提出来 或者美国的进口商 就是进口商 美国政府收了中国的制成品 这个关税 他加了价 那美国的进口商就要多给多些钱 给多些钱 最后美国进口商 入口的东西贵了 最后承受就是美国消费者 所以如果特朗普一提出这个计划 就令人担心 他会发动 对中国另一场的贸易战 但贸易战的形式 未必是直接制裁 而可能是更加提高更加高的关税 甚至乎两者相管齐下 好了 他的言论说 会加到六成 当然是很震撼 美国的进口商很关心 美国的消费者也很关心 中国也密密注视特朗普这些言论 好了 特朗普就立即出来解释 他说 其实他和中国的关系都挺好的 绝对不想伤害中国 而是想中美两国能够和睦相处 也都没有打算 打一场贸易战 但你所谓没有打一场贸易战 如果你是真的加关税 加到六成的话 其实都是 那个杀伤力和打贸易战 都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 即管听着特朗普说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 特朗普 竞选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夸张了 夸大了 以博取 选民的选票 现在很明显 拜登和特朗普 都要继续 用打中国的牌 来做竞选筹码 所以现在到11月 投票之前 基本上 我们先听着他们说的计划 或者真正落实 如果真正落实 如果真正落实 可能当时的计划 可能要打个折扣 也不顶 但是 无论如何 现在我们就这样看 无论哪个上场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哪个上场也好 将会继续针对中国 打压中国 这个策略应该不会怎么改变 差在程度去到多深 好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由 汪文斌 怎么说呢 他针对特朗普 可能有意 征收六成的关税 这个言论呢 汪文斌说 中方指出 中美经济贸易的 关系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的 维护中美经贸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发展 所以美方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如果取消那三千亿的现时巨额关税 应该是他的做法 而不是变本加厉 将关税由25%加到60% 最后承担这个恶果就是美方自己 因为他们美国的消费者将会承受这件事 而是令到美国的通胀高企 美国通胀高企的话 如果是回升的话 现在就说经过加息之后 打压下通胀 但如果他这样整个关税60% 肯定入口产品又会贵了 因此又会将通胀重燃 通胀重燃将美国的息口推高 美国的息口推高 就令到美国全球最大的负债国 每年他的国债又要多给很多利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美国的国债是否继续 成不成熟呢 34万亿美元 如果再整个关税 然后整个通胀高企 息口高企 每年的利息开支 现在已经是 7千亿美元 一年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能否承受呢 34万亿美元 不是啊 不止啊 应该是多了7千亿美元 息口高企之后 如果你这样的话 每年是这样的赤字 比如国防预算的赤字 已经是说 日前我说过 每年是2万 现在是说平均2万亿 洗凸了赤字 不断地增加 如果债券的息口 不断地增加 其实 究竟美国的负债水平 是否永远美无此 经历创新高就可以呢 那美元地位 会不会受影响呢 什么时候 大家开始不相信美元呢 到时这个 是美国另一个危机来的 所以 特朗普现在先听着 他竞选的时候 所说的话 大家可能先相信一半 但是那个趋势也不太乐观 无论是谁上场 继续打压中国 应该是美国的策略 好了 接下来讲第二个题目 来讲尼地马拉 尼地马拉 这个就是新总统 一月上任的 亚雷瓦洛 近日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邦交国 应该只剩11个 还是12个 自从民进党 再度当选 台湾省的领导之后 太平洋岛国 老老第一个宣布 与台湾断交 跟着另一个 在附近的太平洋岛国 叫陶瓦劳 应该是 又宣布有机会 与台湾断交 没有决定 当时我已经说了 这应该陆续有来 可能是中美洲的尼地马拉 或者是南美洲的巴拉圭 总之 就是台湾的邦交国 将有机会越来越少了 好了 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美洲国家尼地马拉 准备和中国大陆正式展开经贸往来 将会成立一个贸易办公室 助力尼地马拉产品走向中国市场 但是尼地马拉好像是左摇右摆 他的外长最近又说了 他将会继续和台湾维持现有的关系 真的想左右逢源 即是又想和中国开展经贸往来 但又想和台湾维持现有的关系 即是如果这样 维持现有的关系 即是维持方交国的关系 那意思是 就有机会继续获取 台湾当局的 每一年的一些政治献金 不知道多少钱 哇 要左右逢源 有没有那么着数 当然是没有那么着数 那我们马上看看汪文斌如何说 在昨天外交部的记者会议上 汪文斌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国和尼地马拉等等其他国家 开展一切合作的根本前提 所以希望尼地马拉如果想和中国加强合作 麻烦他顺应一下历史的大趋势 尽早做出符合尼地马拉人民和国家 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 汪文斌这番言论 可以说是相当清楚直接 即是说哪些国家想和中国 展开一个经贸合作 或者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必须认清了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如果你和中国大陆 建交的话 麻烦你先和台湾断交 这个是汪文斌给了一个很清晰的讯息 绝对不能容许这个国家 左摇右摆左右奉原 想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条水都吃到粥 哪有那么好处呢 好了 看回尼地马拉 当然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候 可能尼地马拉政府都在做一些动作 一方面就说放风 就和中国大陆建交 或者加强贸易合作 另一方面也想放风 其实台湾也不是一定和你断绝帮交的 看看你什么条件 似乎利用和大陆增加经贸往来 这个借口 就向台湾拿多些筹码 就是说如果台湾不想和你断交 那就放水 给多些支持 应该就是这样 而且通常现在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想和台湾断交的时候 通常幕后就有些外国势力加入 这个也呼之欲出 大家都知道哪个国家 等于当年 中美洲这个国家 宣布与台湾断交的时候 想和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 恢复外交关系 正正有个国家在背后施加压力 当时拜登派了一个亲信 叫做美洲事务特别顾问 他叫做多德 他就访问洪都拉斯 当时似乎是试图说服洪都拉斯改变主义 就不要和台湾断交 就不要和中国建交 但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特罗 都是新冠上任 最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选择和台湾断交 改为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洪都拉斯的外长雷纳解释 说洪都拉斯的做法就是促进 和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经贸联系 他说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和中国有联系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洪都拉斯以往迟迟没有加入这个阵营 但现在决定追随这个趋势 尋求与中国展开更多贸易合作 事实上绝对是不可以左右逢源这些 是不可以左右逢源这些 其实全世界 现在已经有183个国家 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83个 相反 台湾所谓邦交国 就是和他建立 邦交国的关系 现在只剩下11 12个 这是大势所趋 183个国家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相信 也挺相信 这个是毅地马拉 最后的选择应该都是明智的 应该他们都会明白到 中国全世界只有一个 中国统一 要统一台湾 也是一个历史的任务 而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也非常成功 总之 这些大趋势是不可以改变 相反 如果有人在高呼台独的 台湾独立 基本上这个已经是红桃末路 这个是绝对和历史的 红楼是相违背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羽人金融hi 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